2008年10月29号,云南超通落了第一场雪,我们一班的工作人员向着超阳区北乘镇新田村出发,经过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,终于到达了今次要探访的目的地,李氏家庭。 李氏有个儿子,现在20岁,对上一次到医院检查已经是8岁的时候,由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学校认为他不适合上学,所以他经常就留在屋里面。 李氏一家拥有一个小过三个网球场的农田,养个四日猪,每年收入大概是1100元人民币。 为了帮助家计,李爸爸和李妈妈要靠外出造苦力和实况,才可以令家庭每年额外增加1800到1900元收入。 基于儿子,每个月的药费是500元,又已经和亲友借尽可以借的钱。 这些年来,李爸爸每年只可以扣买3-4个月的药物给个儿子。 探访期间,我们发觉李氏所住的屋有结构的问题,屋顶开始出现下坑的情况。 李爸爸说,早年屋顶倒下来,邻居送了一些英泥给他们重建屋顶。 近年,墙壁又出现裂缝和洞,邻居已经无能力再帮忙了,他们唯有用石头塞在那些裂缝和洞。 除了房屋结构问题之外,我们发觉屋里面只有一张商人床,而没有一件男子的衣服,也没有储量的地方。 追问之下,原来他们附近有一间组屋,所有东西都在那边。 于是,我们就过去看看。 走了5分钟,我们看到一座排屋。 李妈妈跟我们说,他们的组屋就是中间那一间。 当你妈妈打开门的时候,一股令人吐心的酸臭味,夹着刺的声音就冲我出来。 腐烂变酸臭的气味,原来来自放猪哨的盘和猪粪。 刺的声音,来自四只被关在铁栏里面的猪。 这个根本不能够说是一个家,只可以称是猪啦。 屋里面有两间房,左手边是被猪住的,右手边是一间被帆布包围住。 里面除了床和面皮,就只有几件垃圾在地上。 而这一个,就是男仔睡觉的地方。 外面天气很冷,你是没钱买煤回家里烧? 你妈妈就说,瓜敏焦蠢。 但眼见他们一家只得单薄的衣物,患病的男孩血液循环差,令他更加冰冷。 看见这种情境,不禁令人心酸。 这种情境,不禁令人心酸。 这个爱情,不禁令人心酸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